國豪我們都知道 你在這個單親的家庭長大 有一個這麼酷的明星爸爸 是什麼感覺 因為我很小的時候 他們就離婚了 所以大部分時間 我跟我爸生活在一起 時間比較多 那我記得那時候很小的時候 就是小學時期 然後我爸因為他常常拍戲 拍到很晚 然後一整天都看不到爸爸 然後就是半夜三天 聽到鑰匙開門的聲音 整個就很興奮 然後很開心衝到門口 去迎接我爸 然後我爸當然就是說 拍一天戲回來 然後臉上還有妝什麼的 他說好餓不餓 我們去吃宵夜 然後我們就父子倆 就是開始我們的 深夜食堂的時間 也滿窩心的 就開著車 車上停的ICRT 然後就譬如說去吃火鍋 吃燒肉 吃居酒屋 然後我就拿個V8 拍我爸就跟拍 就很好玩你知道嗎 就這樣拍... 那後來再大一點 然後還是小學的時候 反正我跟我姐就在上學 然後就突然就聽到老師就說 那個孫國豪 那個你家裡有事喔 你爸爸在學校門口來接你們 然後我就 家裡有事 因為你那麼小的小孩 聽到家裡有事 你會覺得說是什麼事情 是好像很嚴重嗎 那就拎了書包到校門口 然後就看到我爸就坐在車上 然後就很燦爛的笑容 看著我們 看到我跟我姐 然後說不是家裡有事嗎 就上了車才說 他說 那個我今天不用拍戲 我帶你們去陽明山游泳 就直接 不用拍戲 然後來幫你們請假 帶你們出去玩 直接帶我們翹課 所以爸爸的那個演戲功力 很了得 學校也騙過去了 家裡有事啦 老爸要找孩子玩 對 他就等於 因為他拍戲繁忙嘛 他看說天氣很好 然後他又很喜歡上山下海的 他說那兩個小孩 待在學校多無聊 就把我們帶出去 然後我們就去陽明山游泳 對 所以有導致就是說 我後來就是 很容易翹課 不愛念書 這個是主要的 這些都怪爸爸 太端 對 以身作折的 你爸爸其實教育方式 也很美式 而且有時候很玩命 對 因為後來 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然後他會 偶爾會來看我們 然後他就想說 我要帶著我的這個兒女 就是說上山下海 開個車 我們去大峽谷坐直升機 然後去什麼大熊湖露營 然後要開槍 要幹嘛 怎麼 開車開一開 然後就停到路邊 就開始把獵槍拿出來 就開了 對 然後那時候才十四 十四歲吧 他就讓我開車 我們在那個沙漠的 開車喔 是啊 沙漠的公路 因為就很直嘛 沒有車 沒有人 好 你來開 那我當然 當然為什麼 我就開嘛 然後他拿那個V8幫我拍 然後就 帽子還反戴 就開... 開個那種八九十英里 還很快喔 對 那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然後也真的很危險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爸是海軍陸戰隊的 所以他就以前 就對這種槍械 就滿有感興趣 然後那時候就在美國 你當然就是說 玩槍是合法的 No problem 那有一次我們就去 那個室內射擊場 要開槍 然後有手槍 有各種什麼散彈槍 有的 無的 各種槍 你都可以開 然後他就選了一把 污汁衝鋒槍 污汁衝鋒槍 你知道後面那個 拖把是那種折疊 拉出來的 真的很猛 人家打仗在用的 然後就在這邊這樣射 然後我爸就先射 他射完之後就換我射 然後那個就很準 就很好打 結果打一打 就突然就 就打不出來了 卡彈 然後 對 好像就卡彈了 那你知道我爸這個 海軍陸戰隊的 他覺得我來 你不要擔心我來處理 結果他就這樣子 槍就弄起來 就這樣搞一搞 咳咳咳 搞一搞 然後砰 突然一槍 砰 打到天花板 很危險耶 然後突然就還有那個 天花板屑屑 掉到我們頭上來 就很危險 你像看如果說他那個 在打的時候 如果突然就是 整個那個爆開來怎麼樣 不是就打到我們的臉嗎 所以他不擔心嗎 他沒有緊張嗎 你只是還是小孩 我傻傻的 我爸就說我海軍陸戰 我來處理就好 而且那個時候應該就是說 美國他那個 就是說槍 玩槍的地方規定說 你要去跟他們的工作人員 講說你有卡彈的行為 他再進來幫你處理 而不是你自己處理 不過你爸爸其實 是平常還滿愛碎碎唸的 對 他有他碎碎唸的 他都唸什麼 時候 像我那時候青少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我們就從 我從小就跟我爸 常常一直在打籃球的 那一直從小學 打到青少年時期 那因為後來 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就變成就是說 自己長大很快 就自主性 獨立性 然後很有自己的思考 種種的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就是打球 反正我就是譬如說 三分球我就要投了 然後我爸就 不要投 或者我就是想 我要上籃 切入我要攻了 要殺進去了 現在不可以 現在不可以衝 他說先傳球 因為他金牛座 然後我射手座 他有他的節奏 打球的節奏 而且他很注重就是說 鬥牛的時候一定要贏 他把他當作是NBA的七戰四勝 很顧輸贏的喔 所以我這個只要一個 比較衝動的行為 他就覺得說 你這個時候會導致 我們輸球的狀況 很認真 所以他就會很控制我的打法 結果有一次我就真的受不了了 然後夏天又很熱 血氣方剛的 不可以這樣 我直接球 往那個操場一扔 我就走了 我不打了 對不對 一直被干擾 對 然後就因為那一次 就導致後來 我就跟我爸 很久都沒有一起打籃球 對 那他碎碎念的部分 還有就是 我說的家事 我都可以做 都OK的 唯獨洗碗 我從很小的時候 我就很討厭洗碗 就站在那邊洗碗 腰痠背痛 我就很受不了 那那時候有一陣子就是說 我們家裡只有三個人 然後我們大家吃飯 就是各吃各的 你知道嗎 就自理就對了 那你吃完飯的那種碗筷 就是自己要處理 沒有人會去幫你洗的 那我的習慣就是 反正我吃完就丟在那邊 我就不理他很久 可能會超過一兩個禮拜那一週 結果我爸看不下去 他就開始唸我 他說那個 要洗啊 什麼不洗啊 什麼就唸...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然後想說好啦 那沒關係 那我把碗 碗筷拿到我自己的廁所裡面 擺著 你也很堅持 對 我就是 你知道我那射手座 就是說你願意約束我 你願意要我去 不想被拘束 去北 我就要去南 我就不喜歡被約束就對了 結果拿到廁所去了 然後又被他發現了 你這個放在這邊 你這樣子不行啊 什麼... 又唸... 反正因為這種很小的事情 大家就會鬧得很不開心 就甚至會吵架 然後記得有一次就是 剛好過年前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就剛好就遇到過年了 結果我們那年連除夕飯 都沒有得吃 因為那年家裡 只有我跟他兩個人在 然後就吵到就是說 我在我房間就是 自己隨便吃 他在客廳就... 就是為了洗碗的問題 對 就可以鬧成這樣子 然後就隔了過年 就差不多一個禮拜 就等於快接近尾聲的時候 然後他才可能就突然 在廚房做好了紅燒牛肉 然後他就突然喊聲說 紅燒牛肉做好了 可以吃了 然後我就隔著門 我就聽到就是說 那聲音有點無奈 還是鬥輸了你 對 然後我當然我也會試好 我也就會譬如說 去外面買一個什麼 回來之後 然後就放在他的 放在他的桌上 就是說有一個這個 言語上我們沒有說對不起 但是我們用動作來表示 好 這個也是一種 父子清潔 那你十八歲就出去工作 你說其實跟爸爸也有關係 對 我其實十七歲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從美國 放假回來 然後就是回來就玩 什麼什麼的 然後也就是在美國不好好 念書常常翹課 眼神變我爸帶的 輕不可憐 反正回來之後就譬如說 那種睡到中午 也不起來什麼什麼 結果有一天就突然 我爸就整個發飆 就在家裡的走廊 就對我跟我姐就發飆 就從來沒有看他 那麼生氣過 就很大聲 那可能是因為剛好 那個時間是他的 這個感情上 你剛好有一點狀況 所以可能就是說 心情上也比較 就是我們都知道的 那個感情 有發生了一些狀況這樣 對... 就可能那時候在一起很久 然後就臭罵了一頓 然後我就被罵醒了 然後我想說 對 那既然我不愛念書的話 那我就去工作 做事情好了 那因為那時候 剛好認識偉忠哥 然後就知道他的公司 在我們家附近 我想說好吧 他有個公司 那我就去他公司應徵好了 那那時候對演藝圈 也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只是想說去做茶水小弟 結果偉忠忠看了我就 就說行不錯 可以什麼進演藝圈 那我才就是說 這樣子原來我 也好像可以試試看 那也剛好那個時間 就有機會 就去香港拍電影了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是 拍了一陣子了 大概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也從一個 完全很陌生的狀況 然後到慢慢進入的狀況 然後上了軌道了 然後在那邊也跟工作人員 跟其他演員 也都混得比較熟了 然後有一天我爸就跟我姐 就說要來香港看我這樣子 結果就來了 然後他們也來了片場 但是我發現我那個時候 對他們的不是很熱情 我是有點... 有點冷淡 就有點就是說 我可能應該要坐在他們旁邊 就跟他們聊聊天 但我就是在片場 就是很熟 我就跟別的工作人員 演員在那邊互動比較多 那他們就坐在那邊看而已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常常拍夜戲 所以我都是早上回到旅館 他們在睡覺 然後晚上我才起來 又要去拍夜戲 然後記得有一天就 他們才來好像大概 才兩天吧 然後我就有一天我就起來 我就發現我那個 旁邊有個字條 就寫說 好... 那個看你都很順利 什麼什麼 那我們就 我跟奶蛙 就我姐 我們就先回台灣了這樣子 然後我看到那短短的幾個字 我就感覺就滿愧疚的 就覺得就是說 審列幾句沒寫 看你們 看你這麼忙 沒空理我們 我們先走了 對 那我的感覺就是說 就是我不曉得 就可能我自己有點複雜 爸爸就覺得說爸爸來看我 但是我好像又不是很 理他們這樣子 然後導致他們才待了兩天 他們也就快閃這樣子 所以我的感覺也是 對他們也感到內疚 其實他是很關心他的 他爸爸是非常關心他的 對 其實我覺得 像他們的這種狀況 真的是很難 他十二 三歲就去美國了 然後爸爸不在身邊 媽媽不在身邊 我剛才也在問他說 有沒有遇到 種族歧視或霸凌 他說多多少少嘛 是不是 那必須要剛強啊 才可以面對一切 那自己做主 做習慣了以後咧 就自己做主啦 所以別人的意見 就不想聽啦 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 能夠父子今天能夠和解 或能夠彼此了解 到現在能夠回憶到爸爸 還是很感謝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 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 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好